經常有人說娛樂圈是大染缸 到底光鮮亮麗的形象背後 是否真是這麼多是非呢? 韓國天團Big Band成員勝利 自從投資夜店Burning Sun之後 就接連被爆出暴力、毒品、聖招待等事件 而一淺勝利就再被爆 在與另外兩位韓國歌手的聊天群組內 看筆雅照片和短片 形象直接插水再插水 於是乎勝利就忠於忍不住 那天發表聲明要退出演藝界 他說被封造國民逆賊 無法忍受對身邊的人帶來影響 為了Big Band的名譽 決定退出演藝界並將誠實地接受調查 話是話 有傳這次的聊天記錄被公開 好像又是衰起維修手機 不過就不是勝利 而是群組內的另一個藝人 下次真的要找信德過的人弄手機 拜拜 拜拜 助理人們 請看 我們現在是討論的 未來的一位 有吧 我們現在是討論的 我們現在是討論的 兩位之間 有效的 我們現在是討論的 我們是討論的